防疫車隊的部分 從一開始實施 我們就在機場端的部分 請航警局要加強白牌車 跟這個白牌車的這個查氣的部分 那今天發生的這個案例 我們也查到 確實這個白牌計程車 其實它已經違規多次了 那今天早上一早就被我們 也很快的去把它查破 那這一塊我們會請這個航警局 在機場確實去做好這個 招攬客人的這些違規車輛的部分 採檢的部分的話 我們雖然現在是有些的量 但是這些的部分 我們不斷的在擴充我們檢驗的對象當中 篩檢的對象當中 那我剛才跟各位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昨天的話 大概是1400個人 但是有可能一個人有兩個檢體 有些是一個檢體 那在這部分的話 我們在持續擴檢的當中 我們覺得在目前為止 還是是不是把我們的資源 用在最最最風險最高的這群人 趕快篩檢出來 那至於說自費篩檢的部分的話 如果不是我們所請大家積極的 來找的這些對象的話 那現在可以稍微緩一點 也可以稍微放心一點 畢竟你並不是我們最高危險群的人